神分369等 受分五花三层 这句话在印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们都知道 印度向来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国家 这里的人们从刚出生 便会因为姓氏被划分等级 在这种种姓氏制度下 底层人民似乎永远没有出头之路 而寒门出总理一事 在印度可谓是史无前例 但偏偏就有位神人打破了这个记录 莫迪这位出生于低种姓氏社 一路从印度最底层奋斗攀爬上来的最高领导人 他六亲不认 禁欲吃素 有着近乎可怕的自治力 他反贪反腐 公正连结 是极少数从未卷入过贪污丑闻的政客 他在印度的威望几乎无以伦比 在印度人民心中更是如神明般的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在印度信徒信中 莫迪就是信仰 那么一枚资源 二枚靠山的卖茶少年 是如何一步步混到如今万人景妙的印度总理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印度老仙莫迪的成神之路 在观看本期视频之前 还请各位看官 点点关注 点点赞 以免错过下期精彩视频 1950年9月17日 莫迪出生在印度古拉特邦的一个小镇上 他是家里六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孩子 祖上三代都是靠着一家小茶摊 维持着升级 他的家庭是下种性 在印度四个种性里面属于第三等 被印度政府列为其他落后种性 在这种种性制度下 底层人民是没有出头之路的 似乎下种性印度人 一辈子都要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不要说成为总理 就连走出小镇的机会可能都没有 但尽管出身卑微 他却并不是一个妄自菲薄的人 从小自命不凡 认为自己是神明转世 为了彰显自己的不同 在同龄人还在满大街撒泊时 莫迪便开始自己的禁狱生活 并八岁时加入了 当地国民志愿者联盟的沙卡少年团 这个团体并不是一个志愿服务型组织 而是一个狂热的 带有宗教性质的印度教教派团体 年幼的莫迪在学校里的表现十分的普通 并不受老师的重视 但他有个爱好 既喜欢演讲和辩论 于是莫迪便开始扬长臂短 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自己参加的少年团上 当时的他是整个少年团中最小的成员 每天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 渐渐的民族思想主义开始在心中萌芽 而在莫迪心中 也开始有了逃离小镇的念头 1969年在高中毕业后 其父母按照同婚传统 为他包办了一场婚姻 但是莫迪主张禁玉系 并且一心从政 便和父母闹翻 在婚礼当晚便打包了几件衣服 离家出走 开始了一段他自己称之为修行的旅途 逃婚后的他便开始了漂泊之旅 向西走到了孟迈 向东走到了加尔各达 一度深入神迹汉痴的同龄 向北右走到了喜马拉雅山脉 这几乎横穿整个印度 在漂泊中 莫迪深深地体会到了民众的苦不堪言 更大的野心在心底悄然而生 不久后 曾经少年团的一位老师找到了他 想要其重新加入国民志愿者联盟 此时的志愿者联盟 虽然在印度政级的地位极底 但是对于信仰深厚 并且无路可走的莫迪来说 这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两人便一拍即合 很快莫迪便成为了 RSS组织中的一员 施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一开始莫迪的任务 只是在组织里 端茶倒水打杂 做着最底层的工作 但是靠着自己察言观色 能言善道的本领 很快便成为了 一名基层的宣传人员 虽然工作辛苦并且繁琐 但是他毫无怨言 并且十分努力 每当有人加入时 总是第一时间去指导和帮助 慢慢的 其认真负责的态度 开始在联盟内部传开 到1975年 莫迪迎来了转机 当时整个印度的局势突变 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 被高等法院判定选举违法 而英迪拉在察觉到 局势对自己不利后 便大肆逮捕自己的竞争对手 莫迪所在的志愿者联盟也不例外 众多高层被捕入狱 而他的工作也被迫转入地下 每天不得不伪装成各种人物 小心翼翼地避免被发现 后来莫迪开始管理组织办事处 被任命为临时组织的秘书长 在任期间 他曾大量地印发宣传册 并且拯救陷入危难的同事 还曾深入警局偷回联络组织名单 终于在1977年印度国内舆论开始反转 英迪拉被迫宣布重新大选 并且因为选民对于英迪拉在任时期的所作所为 感到十分反感 导致英迪拉政府直接下台 而志愿者联盟所支持的反对党联盟战胜了国大党 让这个组织重新崛起 莫迪也因为期间出色的行为 被组织高层瓦吉勒看中 开始重点培养莫迪 不仅让其学习了历史 甚至还让他在空余时间内 完成了全套的大学课程 这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组织里的地位也是节节高升 就这样 他逐渐的成为了志愿者联盟里最耀眼的星 到八十年代志愿者联盟又成立了印度人民党 莫迪奉命加入并成为了党内的中间力量 在印人党的十多年间 莫迪组织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这让他走遍了古吉拉特邦的每一个村落 在吉普拉特民众的心中也积累了大量的声望 到1995年45岁的莫迪 又被任命为印度人民党的全国秘书长 到了2001年 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 因为管理问题被批下台 莫迪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便拼了命的游说高层 想要回到古吉拉特 刚好印度时任总统瓦杰帕伊 想要找一个便于掌控的人 而毫无背景的莫迪 便成为了他心中的最佳人选 但他万万没想到 古吉特拉邦部长一位 却成为了莫迪取代他 走向印度权力巅峰的开始 莫迪的仕途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 2002年2月27日 在其就任古吉拉特部长时 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冲突事件 一辆火车驶入了古吉拉特的一个小镇 车上大部分都是印度教徒 他们刚刚朝败完毕 所以情绪十分的高涨 大声的呼喊口号 但是这引起了战台上穆斯林茶饭的不满 因为就在十年前 这批狂热的人曾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 印度教的教徒和穆斯林很快就起了冲突 出于弱势的穆斯林商贩 很快叫来上千桶香 穆斯林将燃烧瓶 扔进了载满印度教徒的六号车厢 很快车厢内被熊熊大火包围 并且这群暴徒又堵在门口 禁止任何人出入 最后造成59名印度教徒被活活烧死 超过一半被妇女和儿童 这个事件让印度教徒内部复仇的情绪开始蔓延 随后印度教徒便开始展开了报复行为 在古吉拉特榜 印度教徒疯狂地攻击穆斯林 而时任首席部长的莫迪 却对此事件视而不见 并将矛头直指当地的穆斯林 并指示相关人员 不要干涉印度教徒的任何反击行为 在他的默许下 火车事件的第二天 古吉拉特邦多个城市 便同时爆发了针对穆斯林的暴动 他们打砸穆斯林的店铺 抢夺他们的财产 就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 警察也对求助者不理不睬 很快死伤便超过了上千人 并很快地惊动了印度的中央政府 此时的莫迪才出面进行沟通 平息了这场索乱 但他接下来的行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在暴乱纲平息后不久 莫迪非但不处罚 反而给相关的官员升了职 因人党内开始研究 其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准备罢免他 但是在古阿高层会议上 他的行为却意外地得到了众多领导人的力挺 这更加坚定了莫迪的底细 他坚持地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并且强烈地表明了自己作为印度教教徒的信仰 这招实在是高明 迅速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并借此争取到了印度教的智力 此事过后 莫迪在古吉拉特邦 印度教徒中的人气飙升 得到了众多底层人物的支持 然而莫迪的远见不止于此 在古吉拉特邦内 他开始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到民众认识字和教育上面 因为在他看来 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并且教育是国家的基石 教育发展起来 经济才会跟得上 到2001年 古吉拉特邦内能够读书写字的人 占整个印度的69% 位居印度前列 在经济领域 莫迪又开始大量招商引资 他邀请了印度的各大财团 包括像信石集团 塔塔集团这样的巨无霸 开始改善当地的基础建设 通过将多家知名企业引入地方办场 不仅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也让民众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这让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威望迅速提高 并被称为古吉拉特的骄傲 连续取得古吉拉特大选的胜利 而此时他在党内的名气也开始腾飞 就像美国总统克林顿1992年竞选时所说的 笨蛋 根本问题是经济 不得不承认 莫迪的确是一个狠角色 就这样 他手中紧握印度教势力与经济发展两张主牌 然后开始向印度总理的位置发起冲击 在强势的莫迪面前 他的那些竞争显得不堪一击 最终在2014年5月印度大选中 莫迪以碾亚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当选为印度最高领导人 这也是从帮扶直接升为总统的第一任 出身贫苦的莫迪深知底层民众的疾苦 因此上任后 他开始将古吉拉特的经验迅速推广到整个印度 大搞基础设施建设 并且在经济方面也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刺激经济增长 减少政府对于企业和市场的干预 用优惠政策不断吸引外资到当地投资办厂 使印度失业率达到最低 2007年 印度的经济已经超越法国 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并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速达到了7.3% 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面对着印度内部腐败的问题 莫迪又实行了廉政改革 颁布了11条戒律 禁止官员做头等舱 禁止住五星酒店等等 并且下令救助基金直接发放到百姓手中 而不是经过政府 为了缩小平复差距 他甚至还颁布了废钞令 废除了印度最高面值的两种纸币 这种做法让莫迪成为了印度民众心中的万能药 印度人民提到莫迪脸上都写满了崇拜和景仰 他们认为只要莫迪在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 一时间莫迪这个名字几乎是如同神明的存在 个人威望直逼圣雄甘地 而抛开其他的不说 印度总统莫迪的做法的确令人佩服 他的印度政界如同一股清流 为国家事业奋斗终生 甚至连亲情都要断绝 整个人唯一的追求就是自己的政治思想 不过近些日 莫迪的处境似乎也不太理想 疫情二次爆发 为印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据调查数据显示 印度目前累计感染病例已经超过2000万 单日新增病例也在40万人左右 这使得刚有起色的印度英纪 又一度有了崩溃的危险 而莫迪也将同印度的经济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势必要通过各种手段 来挽救印度的疫情和印度的经济 至于如何挽救 那也要看莫迪自己的先例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